我們花蓮出了一個花蓮王 禍害台灣人民 身為花蓮人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丟臉 一直以來被冠上 住家王朝 八九 你是不是王的男人啊 從小到大 布坤其跟他老婆 輪流立委 縣長輪著做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金正恩 非常的習近平跟彭麗人啊 我本人也支持國會改革 但我們支持的國會改革 不是你這種的國會改革 我們都知道要吃飯 但你不能為我吃死吧 你總是拿歐美來說是 請問你說的歐美是什麼 俄羅斯嗎 這個人在國會裡面 歐收走走 為非三做 我們無論如何 跟剛才我們的主持人說 我們的聲音一定要放到國會裡面聽到 讓他們退回他們的歐收作業 這是富裕法的法案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保護自己的民主 保護自己的自由 保護自己的安定和平安 台灣加油 民主加油 民主加油 大家好 我是八九 昨天禮拜一啊 一早就看到青鳥活動的地圖版嘛 掃了哪裡 花蓮 我覺得 我們花蓮出了一個花蓮王 禍害台灣人民 竟然在花蓮沒有活動 我本人就是花蓮國的主名嘛 我覺得非常可惜耶 我想很慌啊 他一早就趕快聯絡花蓮所有在地的青年夥伴啊 還有一些長輩啊 一直到了下午六點 我們才把花蓮這場青鳥行動給辦成 我們要告訴他 我們要告訴他 花蓮不能缺席 身為花蓮人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丟臉 因為一直以來被冠上 住家王朝 八九 你是不是王的男人啊 你們知道 八九媽 你是王的女人啊 你們怎麼每次都給他代表呢 花蓮是台灣第一次開放民選 至今一直以來 是藍磊 OK 是藍磊 沒有關係 但 從我 從小到大 不窺其跟他老婆 輪流立委縣長輪著座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金正恩 非常的習近平跟彭麗人啊 那 總之呢 我們 我應該這麼說 所有的藍白媒體都在說 支持國會改革什麼什麼諸如此類的 對 沒錯 我本人也支持國會改革 但我們支持的國會改革 不是你這種的國會改革 我們都知道要吃飯 但你不能為我吃死吧 藍白很愛拿歐美說是對吧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學什麼歐美的 但事實上是如此嗎 美國可以質詢官員嗎 平時像這樣不行吧 所以美國才定一個藐視國會 我有必要的時候請你來 你官員不到你就藐視國會 是因為他們平時沒有辦法質詢對不對 對 OK 我們再來說一下 國會改革 我認為很重要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它應該慢慢來 為什麼我這麼說 我們放眼英國這個老牌的民主國家 大家知道英國的國會改革歷經幾年嗎 對好幾百年 從1867年 1884年 1991年 1994年 等等等等 五六四的改革 為什麼英國要弄那麼久 拖那麼久 怕廢嗎 英國政黨貪污腐敗嗎 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因為一個成熟的民主憲政體制 他不是一次就修到位 一次大改 大改會讓國家腕套 對嗎 對 英國每次修改國會的時候 並不是在戰爭情況 或是在跟他人即將有衝突的時候 但我們有沒有一個敵人在旁邊 有 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們這一次直接大改 英國經歷了百年 修改他的國會改革 他都沒有擴權到 像台灣今天如此的地步 對嗎 對 那你總是拿歐美來說是 請問你說的歐美是什麼 俄羅斯嗎 還是把俄羅斯 我也不知道 國民黨每次立委多數的時候 總是想盡辦法 要阻擋我們的軍購案 國防預算 這個大家我相信 從陳衰變時代都有目共睹 擋了幾次 六十九次 上一次不是這個中共軍演嗎 前幾天而已 他們派出了他們的王牌 3D動畫解放軍 大家有看過那條影片嗎 對 他用了3D飛彈炸台灣 他用了3D動畫炸台灣 但是我們台灣軍方 也公布了兩段畫面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過 這兩段畫面 是跟美國買的武器 鎖定了解放軍機 殲十六跟轟六 大家知道鎖定代表什麼意思嗎 對鎖定了 你逃不掉 這次又掛彈 配合九叉響尾蛇飛彈 我們台灣這次 潛伏已久 好不容易把我們實力展現出來 你有沒有發現 中共官方不敢對這次台灣軍方 公布了這兩段 進行所謂的闢謠 這證明了什麼 我們是不是在國防軍事外交 選對的人對的黨 那為什麼國民黨立委多數的時候 一直擋 即便是上一屆 國民黨立委少數的時候 馬文軍這些人也擋了對方 造成我們的國防軍購案 又延緩了一陣子 我們可以從這次軍演看到 民進黨立委八年來的執政 我們 民進黨 國民黨從陳春變時代 擋了國防預算漏洞 提升到很高 而且提升了 台美台日的實質關係 你請問國民黨在幹嘛 而這一次在裡面 國民黨又是絕對多數 那你說上次他絕對少數的時候 他都擋了 陳春變時代他多數的時候 他還擋 這一次 我跟你各位說 未來的一兩年內 擋掉任何的軍事預算 然後說什麼 我要查貪污組幣啊 媽你 你選這個就是貪污啦 我們的國防預算 又要被停滯多久 我跟你各位說 這實踐的問題 你們就等著這一兩年 會不會有擋軍事預算 然後跟你各位說 那些錢我們要幹嘛 發展觀光 那些錢我們要幹嘛 蓋花蓮的一些東西 蓋一百條捷運租 信不信 這些錢我們為什麼 不來好好 提升我們自己的國防預算 我們旁邊沒有一個敵人嗎 有沒有這個敵人 有 反正這一次的這個 我們釋放出這兩段 讓非常多 中國知名的軍事博主 破防 誒 其實他們也沒有質疑 這段是假的 他們都說 你竟敢鎖定我們 誒 這證明是什麼 他們怕了 他們慫了 所以我們這次 要好好的支持 對的人 對的黨好嗎 好 好啦 我等等必須趕車了 我要回花蓮 主導花蓮晚上的場次 好 最後說一句話 謝謝大家 我們享有民主 使用民主 當民主受傷的時候 當民主要被用來反民主的時候 像希特勒納粹那個時候 我們就要站出來保衛這個民主 對嗎 對 對 謝謝大家 大家午安 辛苦了 很高興 非常榮幸 能夠這樣跟大家 面對面 這麼親近一點 在一起 我只能說 這二十幾年來 我參加 請台灣 請民主 我們 請家園 跟著民進黨 二十幾年參加選舉的助選 我看過 看過許多許多的 看過許多的 看過許多的奇區目 但是 最終的目的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熱絡 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大家 心態 都 愛我們自己的國家 愛我們自己的家庭 都主動主動 請出來 就是想讓我們的國家 更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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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心態 讓我們的民生 讓我們的家庭 會一直 會一直 平安 一直安定 這有一個很大的意義 說起來 我比較不公正地位 我講一般的白話 這就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會關心自己 關心自己 就是關心國家 因為我們自己做好 我們的國家 主連 我們的團結 我們的勇氣 我們的毅力 主連 我們就會一步一步 走向國家的進展 這麼多年來 我們的前總統 和現在 憲林的總統 副總統 帶我們一直向國際走 台灣 在國際上 已經 是有名有利 台灣 一直向進步走出去 但是 我剛才說 我昨天說 我左選 不可以罵人 因為我覺得 有一些人 你把媽媽 是農會你的開難 不必農會你的青春 不必農會你的開難 我們用市場 表現給大家看 表現給我們的國家看 表現給世界看 這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 這些人 在國會裡面 黑衆組織 為非三座 我們無論如何 跟剛才我們的主持人說 我們的聲音 一定要發到 讓他們聽到 讓他們 退回他們的黑衆組織 這是非法的法案 無論如何 我們都要保護自己的民主 保護自己的自由 保護自己的安定 和平安 感謝大家 感謝大家 我沒有什麼政治議員 但是 這是對生活來講出來 看到大家 你是 這麼勇敢 看到大家 這麼勇氣 非常非常感動 非常感動 所以說 來這裡 跟大家做會 來這裡 跟大家 分享一下心情 希望大家 無關如何 做運 天氣 不太好 所以說 大家 都在所不辭 無關天氣怎樣 也是一樣 勇敢站出來 在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我們大家 各位發覺加油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台灣加油 台灣加油 民主加油 民主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感謝 謝謝 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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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